记者杨金城台南报道,台南新营大红社区发起绿川流水市集,号召近40个摊位,今天在新营水镇旁的绿川北街峰街举办艺术市集,为打造未来文创大街踏出第一步。 绿川流水市集属于实验型的艺术市集,有数位油画,手桌面包,手工皂,陶衣品,发夹,吊饰,木作艺术品,种子,盆栽等摊位,也规划一小时摆摊活动,提供想当街头达人的素人体验,另有街头音乐表演。 绿川流水市集开市后,新营民众来逛市集,除了手桌艺术展,并有饮料,卖水果,披萨摊位,有吃有喝,有逛街氛围。 新营绿川北街景临京银水镇新营文化中心,为处新营美术园区的景观绿带,大红社区指出未来希望将绿川打造为代表新营的文创大街,一条具文化深度,艺术氛围的街道,明年将申请经费推动绿川流水艺术市集培训中心,绿川市集市造街计划的第一步。